恢復 昨天老板刁難我 如果遇到這種退化狀況的話 这样处理就对了 什么 这变成这样 我要搭配这种 你要搭配我 你气死了 是哪一种气 我刚演的 没有人敢给我气 老师会生气吗 在工作的时候 会啊 当然会 但是 通常是气我 刺激比较多 会气 有些事情不顺利难眠 不过老师脾气真的好 认识这两年当中 唯一一直看过他发过一次脾气 你不要再描述那一次 那一次我觉得他是处理员工的事情 而且他这个是很狠的 快刀斩乱马 哪有 我没有斩 他们还在啊 老师 对 没斩 注意啦 这是给你机会没斩断 就是还在啊 那时候唯一看过你 我只叫他交报告而已 那是在别的公司大概开除了 是感情纠纷 不要再讲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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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报告是他自己写的吗 哈哈哈哈 有时候会找人家捉刀断写一通 超网路的 对对对 不要讲那个 对 不要不要讲这个 像现在我就遇到了 我的工作伙伴给我突发狗号 哎呦 这么突然也真正的谈私事 这不能谈 私事不要在节目上谈 对 那后来你有帮个剪刑吗 哈哈哈哈哈哈 碰到 不是碰到一个哦 我没有做 你碰到一杯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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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个几十个啊 后后再来的话就三个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会啦 那个 哎 我觉得真的职场工作场合 就是人多的地方 对 不可能什么时候如你意 像刚刚两位就不如我意 对 碰到这种拉 也不能说扯后腿啦 对啦 就是稍微拉你一下下的员工怎么办 对 有时候员工老板同事 相处的人都会 所以今天就是突发状况 你怎么应付 怎么度过 好欢迎四位重量级来宾 首先第一位 演艺圈中堪称 最会瞧事情的乔王 成功耶 来 好的 职场状况多 吃苦要当吃苦 就算被压落地 也是为了要跳得更高 走下去是为了跳得更高 你的痘痘好不好 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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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医药记者洪肃 嗨 大家好 职场天兵多 一定要小心应付 才不会被拖下水啊 这真的很重要的 欢迎肃心 下一位这种上班族 想什么的美丽职场观察家 张选 搞定职场美感 小心 你如果搞不定的话 会黑到无以翻身 黑到这种程度 好 下一位 最会替上班族 我们发现的生活观察家 彭哥 上班突发状况就像作品 出这个也痒 出这个也痒 今天要教你用手的方法 把它压下去 看来在家里有练过的手把 他现在是有口误啦 除了割手把以外 出这个也痒 出那个也痒 他连去讲了两次 出这个 出这个也痒 我真的遇到什么状况 措手不及 像乔王 玉琳哥 什么事情会让你措手不及 这个事件类的 都可以用自己的机制 跟经验化解 那有时候人 的这种突发状况 就很难处理 尤其是什么人呢 小人 阴险的小人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一次 是 那个团队 他的这个收视率节节下滑 那他们那时候 在做一个什么主力单元呢 就是发艺人来 然后有一阵子很流行 就是把气球吹葬 有没有 然后用那个 硬帮帮的头 去撞那个气球 他敲破了 后来延伸去撞西瓜 对 那那一次我们就想说 那就撞 撞一点不一样 有时候 有时候要逆次操作 就是说大家都在想硬的东西 那你就应该要想 有什么东西不硬 会有效果的 你这种太极的想法 对 不是硬就是软 那我们后来就想说 那不如来撞那个 那个大烧包那种 包子那种 那有什么好处啊 我不聊嘛 笑点会是在哪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样才撞过关呢 要把包子的内馅呢 撞出来 欸西瓜是这样喔 西瓜你怎么样 你还是碰到西瓜嘛 那包子就那么大 那你撞的时候 其实 根本何必讲什么撞包子 就直接撞桌子就好了嘛 因为你撞包子 等于就在撞桌子了嘛 而且油油的 不舒服 好啦 那我讲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我敢讲呢 因为我知道反正又不是我去录 没有想到呢 这个阴险小人呢 他就说哎呀 那个因为大家就热烈鼓掌 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 这个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赢过撞西瓜 结果呢 该团队的支撞人就说 哇 那个 沈志作讲的真的头头是道 这个一定会有很高的收视率 但是呢 我们这个team呢 可能能力比较不足 那是不是沈志作先录三集 来给我们 当过参考 你被反将一军 那我就反将一军 那我就有点 脸就垂下来 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事要做嘛 而况我们知道这是苦猜事嘛 那变成他这么讲 我们又不好意思拒绝 拒绝好像就表现自己没有能力一样 那同时这个电视台长官也说 对对你就录给他们看 他们不行啊 你比较行 录给他们看好了 如果那个影子是大灾难 你去哪里发艺人 怎么勾断 那只好不要跟艺人讲说 撞包子啊 就说来啦一样嘛 就摳摳摳摳 哦 撞气球 所以他们来都以为要撞气球 一到现场没有看到气球 气球在哪里 然后上来的是热腾腾的包子 热腾腾的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撞 好 那硬要撞 然后奇怪 不管怎么撞那个线就是跑不出来 你有录的比较快 对啊 又要直这样的 对 很难的比较快 对啊 然后搞到后来整场影录完以后呢 就不晓得得罪多少艺人 所以是被害的 反害了 你觉得是被害的 对啊 那树青呢 我觉得我最害怕职场上的是那种 突然消失的菜鸟 消失了 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 那种职场菜鸟一开始来 其实我们也是通常 还相当的给它一段时间训练 可是这怎么训练久了之后 一定要给它自己出去飞嘛 所以它要开始自己负责的新闻 那这是一个我们同业他们公司 发生的惨剧 他们其实是广播电台 那叫广播电台 其实没有 因为我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听 所以一定要有什么话带 比如说我如果采访玉林哥 一定要玉林哥讲的话 刚才那么讲得很好笑 播出去才会好笑嘛 不然我如果念干稿说 沈玉林今天上班这档事 他谈到有关于以前二整 什么什么艺人的事 你就觉得很无聊 所以那天那个事情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杨志良 前署长杨志良有一次 他要拍卖他的公事包 结果最后是谁买的 是郭董郭台铭买 那两大巨头相见欢 这是个很重要的新闻 所以当天他们要交货的现场 就挤满了很多的记者 大家去采访他们 拍照 干嘛一定要录到他的话带 他们两个如何的恶心之类 都可以 但惨了 就那一天很奇怪 那明明是早上要交那个新闻 就是他们早上就交货了 那再慢再慢 中午这个话带应该要进去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该电台呢 从早上中午一直到下午 都是用念干稿的 今日前署长杨志良 拍卖他的公事包 最后得款多少钱 然后他想说奇怪 你们家今天怎么一路都是念干稿啊 你们不是有记者吗 结果后来一直找 一直找一直找 终于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记者终于把那个带子送进去了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该名菜鸟记者是这样 据说他当天呢 去到现场 因为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那是大新闻嘛 所以记者很多 他当时心价判断 啊 人这么多 挤不进去 算了 他就走了 对 人家人海 人家人海 然后呢 就发现挤不进去啊 他想那算了 那走了好了 因为他心中本来 存在一个想法说 没有关系 我可以 别人会把话带给我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互相帮助 就说如果你真的不行 我的借你抠 我就录音一下 就住室是当天大家都很忙 其实这种生死关头 大家一定先做自己的 不会有人管你 一定我有空才帮你 所以大家在做事的时候 他一直打来骚扰说 可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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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管他 所以他一直没有话带 所以他一直不敢说 他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直到下午很晚了 才终于设法弄进去了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里面的人已经跳脚 快疯掉了 所以我最害怕就是这种 消失的菜鸟 好 所以呢 这个状况 我们要碰到他 然后怎么样去迎刃而解 有几种情形看一下 第一种是什么 当同事奥尼 花钱请客 哇 我期待这部分 我期待这部分 真的在公司 常会碰到这部分 可是闪都闪不掉了 尷尬 实际上有时候不可避免 尤其你如果被人家公认 是稍微有一点点钱的 以前我们当主管 那主管有时候比员工多 就多那么一点点 可能员工是三万 那可能你就是五万 也不过就多这两万 但是你会被这些员工掳死 他们呢 可以找尽各种理由 你如果说是业绩好 收视率高 那我们就认了 这种钱还很难报公帐 其实我是不会报的啦 因为当时我们老板总会认为说 你请他们吃饭 是要凝聚向心力啊 对不对 那他们为你卖命啊 光环在你身上啊 对不对 这种钱你有脸拿来报吗 你自己吞下去 一定要吞下去 所以有阵子看到收视率好 都是一折一洗一折一优 优的是今天晚上又难过了 那因为员工们认为说 你是主管嘛 你就活该应该要亲我们 可是你吃这个预算可以控制就好了 没有啊 他们不一定啊 他们有时候你自己不能决定啊 他们问我说 运克那晚上要去哪里庆功 那就成家两面 他们说有什么庆功 也快快的 吃个小吃 吃了西叶两面了 吃了西叶 那你千万不要被他们误导 他们说那便宜的啦 九九热炒 你想说九九热炒 一盘九十九了 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问题是他们给你叫五十盘啊 啊 或者叫壁乳什么的 对啊 而且那个酒你无法控制嘛 会越喝越嗨嘛 那热炒大概会叫三轮的 一路一直画 一直画 画不完的 那个酒喔 本来是一瓶一瓶叫 后来变成一手一手叫 到后来变成一箱一箱叫 叫到那家热炒店没了 还得去跟隔壁的7 装货这样子 喝成这样 好 如果是因为业绩 那我们就当作说 这个其实也是有所收获嘛 确实可以凝聚他们相信力 那有时候也没干嘛 大家说好平起平坐来吃饭 那你无意中就聊到说 欸 你看我这个新鞋好不好看 那他们就说 云哥好漂亮喔 买新鞋 请看 请看 不是在安装 对啊 连这个也好 太麻烦 那我们脸皮又薄 对 我们没有办法说 不要不要 不请欸 这这什么关系啊奇怪的 你会不会坑我 我们又 又讲不出这种话来 那只能给我撒笑 嘿嘿嘿嘿 你这一撒笑 你当场没有表示 说不请客的话 那他们就当作是真的了 我开始嗨了 开始叫 本来就叫那些炒空心菜干嘛的 炒空心菜 现在开始麻油虾就来了 烧酒机就来了 胡椒虾 对 然后酒就开始一手一手来了 然后呢时间到了呢 他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离去 他们也不用问你了 然后就走了 然后你就默默的要去 黯然要去买那个单 这个真的蛮伤的有时候 一两次OK 长久下来 而且 而且 那一群团体里面总是 会有一两个人 特别会去想这种理由的 新鞋啦 你剪青头发也是一样啊 你们看我这个头发剪的好不好 看我在小弯那里剪的 喔 青头发 请看 对 而且这种旗后的话 那是那几个 对 那是那种职场大拗客 就是他不论什么东西 他都能拗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人啊 就我们之前那个公司 那小朋友是 他会跟你说 徐老师 你今天生日欸 你都很高兴 想说有人记得我生日 就说谢谢啊 那生日快乐 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 就开始 关啊 什么事 我们来帮徐老师庆生吧 可是庆生就要你付钱 而且他最可怕 不是他会找各种名目 是一般来讲 你想说花个小钱消灾 比如说那就 那不然我们就来叫那个 比如说啊 大家叫什么蓝啊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就叫他说啊 不要啊 我们今天晚上去吃饭好了 那你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去吃某一家 399吃到饱的火锅店 因为你想说风险控制 对不对 他说徐老师 不用紧张 不用担心 这一团我来帮你处理 然后就很认真喔 他说你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 这个庆生是我来做就好了 他就开始去订餐厅 然后帮你邀惑 今天徐伟老师生日 有谁要去下午我们要去哪里 就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有个同事啊 他其实只是加薪两千块 一个月加薪两千块 他说加薪请客 他那一头他帮他约了 我们公司其实那个公司很小 他找了六个人 反正同事想说六个人 399吃到饱 2400就算第一个月加薪算了 没有 他不但找那六个人啊 然后还有人他还说 没关系大家可以西半参加 就找到西半 更惨的是 他帮他订了一家法国餐厅 今天帮他加薪的餐厅 算人头套餐 吃到孔族那里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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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吃到孔族那里去啊 那一顿吃下来 就是还有带叉花的 一顿吃下来一万多款 哇 好可怕 隔月下进的那里吃掉了 通到这种